歡迎回來 我們趕快繼續 一起摺氣球 今天要邀請到的老師 這個達人非常的厲害喔 他除了有很多原創型的作品之外 雲花姐姐 你把他的頭銜跟大家說一說 嚇嚇大家 就是世界冠軍 天啊 老師竟是世界冠軍啊 沒有錯 那就趕快來歡迎今天的氣球老師 峻林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氣球達人 宋峻林 氣球達人 宋峻林 在2018年參加美國舉辦的 全球創意氣球比賽 指定色為海軍藍色 老師以200公分大 又集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藍金 打敗全球的氣球高手 更拿下了世界冠軍喔 老師好 大家好 哥哥姐姐好 那想請教一下 請問今天世界冠軍 要教我們大家做什麼氣球作品呢 接下來要來教的是章魚 TACO TACO章魚 那老師我們要做這個章魚啊 它需要用到哪些尺寸 跟不同顏色的氣球呢 從設備開始介紹的話 打氣筒 剪刀 還有一根氣球店買得到的波棒 黑色和白色做眼睛 白色則是用350的白色 比較粗 再來剩下的地方 紅色的260 我準備4條10寸的紅色圓球 接下來這個章魚 它是一個零件式零件式的 摺這個六瓣花 摺這個角 摺這個眼睛 摺這個紅腦勺 然後把它組裝在一起 所以它都是可以分開來製作的 哦 先把各個部位做好 然後再組裝起來 是的 嗯 那我們就先從 沖庫開始 打開沖個三下 四下 打一個結 嗯 我們做一個雙耳結 雙耳結就是先轉一個雙砲結 再旋轉成熊耳結 兩個大大的圓泡泡 抓著吹嘴結點 將氣球對折 單手握著 另外一手空出來 將這兩個泡泡 旋轉成雙砲結 將吹嘴結點丟進雙砲結的對面 然後 接著呢 將這個泡泡 左手拿左邊 右手拿右邊 一前一後旋轉 像是這樣哦 它會變成這個雙雄耳結的形狀 那剩下的部分不會用到 我們可以用剪刀剪 或者用指甲絲 就是後面就不需要了 那你也可以跟一開始的吹嘴 一起打一個平結 那打完結的部分呢 留一個就好 所以呢 像我們把這邊剪掉 到時候這個零件在連接的時候 會比較乾淨 那眼白做好 我們做黑色眼珠的部分 眼珠子來了 做法呢 跟剛剛一模一樣哦 只是我們這次用的是 比較細的260氣球 搭起 搭起來 我們用的轉雙砲結 再旋轉成雙耳結 抓著吹嘴結結 左手衝出來 旋轉成雙砲結 那這次我換另外一個做法 往著這個雙耳結的正中間 繞個兩圈 三圈 它就會有這個 效果 雙耳結的形狀 這時候呢 再給它旋轉一下 它就會變成這個雙耳結 對於新手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簡易的做法 很適合我們 所以這兩個方法 用在這個也是可以的 對 同樣的零件 有不同的做法 好 那這次我示範另外一個 泄氣的方式 用我的指甲 一直在這個球皮上 左右的移動 就可以將氣球 撕掉 泄氣 老師 那你想看我泄氣的樣子嗎 好 被我猜到了 我也猜到了 好 老師麻煩你 要怎麼讓它們組合呢 拿著剛剛這邊的球皮 往這個雙耳結的正中間 這樣抵著 往後拉 繞一圈 繞兩圈 這樣就可以組裝上去了 好可愛喔 感覺這個眼睛 可以套在任何的動物上面 對 接下來老師剛剛有說 我們是零件式的 接下來我們要做哪一個部分呢 對 我們來做六磅花 好 我們衝個大約五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大拇指可以比站得差不多 一個站的程度 會預留多一點對不對 對 或者是比一個七 也可以 七 然後呢 開頭 打一個結 那接下來這邊 環節的重點就是說 這個我會用我的手指頭當尺 那我現在可能用一個手掌寬 從大拇指到大拇指這邊 一個拳頭的大小 喔 對 那我們在做第一個環節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從側邊 捏一捏 讓這個氣量往後面走 捏住泡泡 然後旋轉 折到一個長長的環 把這個U呢 旋轉成一個O的形狀 它就是一個環啦 這樣吹嘴節點 丟到對面去 塞進去 接下來我們折的每一個環 就要照著這個大小來折喔 同樣的對折 捏一捏 讓氣體往後折 轉一個泡泡 旋轉進中心碟 如果不一樣大就鬆開來 把這個氣體重新再調整一下 大小再折就好 好 再一樣 捏一捏 旋轉一個泡泡 轉進中心碟 已經像一個三葉四 對 花瓣感覺越來越多了 邊折也要邊調整 每個環節的位置 那如果氣體有點不夠 我們等一下再接就好 所以要再加一半 才會變六瓣 對 剛剛老師有說是六瓣 好 好 我們先從一小段下來 我現在還是很難有那個畫面 你說章魚的那個畫面嗎 嗯 因為現在好像都是一個部分一個部分 對啊 像剛剛的方式一樣 大家記得捏一捏 好 現在變成六瓣了 那這邊多餘的部分 也是一樣 撕掉泄氣 往中心點卡繞 它就不用再打擊了 那這部分呢 我用一個撕的技巧 就是將氣球捏著 然後一前一後的 用我的大拇指的指甲 嗯 就可以把氣球撕斷 一拔就開 撕斷之後 繼續保留 繼續保留 可以打一個結 好棒喔 那這一段 我就不用再 從一條新的氣球出來 對 就直接用這一條氣球 就可以靈件囉 那這邊也是一樣 記得承留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這個章魚長長的章魚嘴 嘴巴喔 對 這個技法叫做 玉金香結 這邊我們用一個氣球多棒 那氣球多棒呢 能代替我們的食指 將這個吹嘴 給它抵進去 是 所以它的做法是這樣 很簡單 抵著這邊的吹嘴 往裡面塞 往裡面塞 大概在這裡 那就可以抓著 這邊的吹嘴 然後再把工具抽出來 再旋轉 那這樣做完之後呢 我要讓它變成一個 可以連接的連件 是 所以後面這部分呢 我直接用剪刀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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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直接呢 繞著我的手指頭 在這邊的節點之下的地方 繞一圈 夾在我的食指跟中指之間 中間 再用我的手指頭 然後這個環 這樣套 老師這個方法 前面的節點比較不容易跑掉 接下來呢 那要做哪一個步驟 還有呢 這個 觸腳的部分 觸腳 現在只有六隻腳 我們再做兩隻 長一點的手 長一點的 不讓手 那我們就用 剛剛的這一段球皮 然後再剪一段球皮 做一發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 充氣起來 再塑形一下 用夠整條的 用一半的就好 對 剪後面就好 然後可以稍微比對一下長度 可能怎樣放會比較好的長度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老師其實是邊比對 然後邊 調整它的裡面的氣 那我剛剛做一個動作 就是給它 翹翹的感覺 對 它就會有一點S狀 就固定住了耶 然後呢 打一個節 再用同樣的方式 做這個另外一隻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對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用你的食指跟中指夾著球皮 剪刀剪在這邊 好 現在 有了眼睛 有了嘴巴 還有它的身體 跟它的兩 兩個手 還有腳 觸手 老師接下來 是什麼部分 靠嘴巴這一技 這個是 頭 好可愛喔 這邊就要準備的是 我們常常看到那種 可以吹得圓圓的氣球 好 接下來我們把嘴巴 把這個圓圓結上去 真的是分解在組合耶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 一個一個裝上去囉 好 從頭開始 真的是從頭開始 鼻子跟頭就上來啦 嘴巴已經啾起來了耶 對 然後再把這個手 放進來 是從下面的地方 從下往上繞 剛好呢 然後放進這個關節的正中間 哇 有了耶 好可愛喔 最後眼睛的部分 拿著後面的球皮 往六磅花的中心接上去 所以我們一開始 預留的長度 就是現在要纏繞的部分 我們一起 一起 一個章魚呢 就大廣告的時候 哇 真的好可愛喔 你看圓圓的頭 我太享受在這個作品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其實只要像老師一樣一步一步 就可以做出一個 大人小孩 男生女生 爸爸媽媽 野野奶奶都會喜歡的 一個章魚作品 對 而且其實我們在看老師分解 一個部分一個部分的動作 其實蠻簡單的耶 是 那其實我們剛剛學習到的 可愛的章魚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章魚 老師今天一樣為我們帶來 精彩的作品 是什麼呢 是大恐龍 哇 我們來仔細的看一下 咚咚咚 老師可以為我們講解一下 你在這隻 巨無霸恐龍身上 有什麼樣的技巧性嗎 為我們介紹一下 一開始我是接手一人出身 最常被點的一個是章魚 一個是暴龍 所以今天就是 最紅的兩個就在現場了 對 當然 因為在家裡自己 製作氣球的時間比較多 那我會想說 怎樣做會更好看 嗯 所以我會多花一點時間去研究說 嗯 如果我把平常街頭摺的暴龍 複雜一點 那我可以怎麼摺 例如說我把牙齒摺出來 我把身體變得粗粗胖胖 嗯 我把腳趾 一個一個環節摺出來 手指頭 我也用三個白色的泡泡 來去代替爪子 嗯 好厲害耶 而且其實大家仔細看 它每一個部分 像這邊讓我第一次看到也會覺得 欸有那種肌肉 腿很有力氣的感覺 對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通常感覺氣球都會輕飄飄的 老師這個設計 它是可以穩穩的站著耶 對 你是不是裡面有塞石頭啊 對啊 如果必要的話 可能還是會加一些鐵片 去綁在那個氣球上面 它就會更重 然後比較不會被風吹的 嗯 而且其實今天我們看到老師做的作品 很酷 一般想到的氣球是強行的 沒想到經過橋手 一變 可以變出很多精彩的造型喔 是 今天也非常謝謝老師為我們示範 老師謝謝你 謝謝老師 謝謝 那請大家繼續持續收看 一起摺氣球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